HELLO 大家好我是輪子 歡迎大家回到我的頻道 今年我有一個目標 騎摩托車錄影 其實我今年做了蠻多準備的 包含換了摩托車 包含準備了一些適合機車錄影的用具 大部分我如果從台北出發 都要騎一段不小的距離 準備一點全罩安全帽是不是會比較安全 今天我們要開箱的就是 機車安全帽借的LV 好不好可以這樣講吧 機車安全帽借最頂級 大家心目中呢 算是比較好的牌子 不是第一也是第二 先問一下大家 都怎麼念它呢 是念SHOE還是念SHOE呢 那我今天要開箱的這頂帽子呢 就是他們去年所出的 Glamster 為什麼我會想要換這個 這麼頂級的帽子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 PFS的服務 Personal Fitting System 簡單來說就是它會依照你的頭型 去幫你做一個專業精準的量測 會在這個安全帽的這個內襯上面呢 它有自己的一些模塊 模組可以貼 那就可以讓安全帽更合你的頭型 我覺得其實這個服務是非常好 跟大家先稍微講鼓一下 我買電影帽子的艱辛跟困難 我就直接想說那我就衝頂 結果呢在我下定決心的時候呢 台北店居然跟我講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它不開啦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很猶豫 搜尋一下有做這一項服務的店在哪 桃園亞居 我現在直接講出來 因為我覺得它的服務非常好 我那天去的時候已經快要閉電了 然後其實它為了就是幫我量測這個頭圍 然後跟我講解安全帽的一些部分呢 其實有就是耽誤到它一點下班時間 結果很不巧的是呢 它沒有現貨 那我又沒想說 哇如果記載配被我媽發現的話 我死定啦 這個 這個 結果它說沒有我可以幫你寄電到電 我真的是壓抑於 就是它可以直接的寄電到電 非常的貼心 這個箱子之外 再用一個箱子包著 然後並且旁邊周圍呢 就布滿了海綿 還有就是那個安全的那個貼紙有沒有 異碎瓶啊 什麼瓷面朝上啊等等的那種標示 相當的貼心 畢竟這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買這麼貴的安全帽 這一次呢我去做PFS呢 它檢測出來呢 我的頭是M跟L都可以 我不想讓我頭看起來這麼的大 所以我就選擇了M 但即使是M 我的頭也是需要墊 OK 這邊有注意事項 就是沒有中文 布了一個仿物片 PINLOCK 我買的是台灣代理的貨 所以呢它會有所謂代理的貼紙 在我買的時候呢 其實它有問我說 欸請問你這貼紙是你要撕掉 還是你要保留 然後我那時候跟他講說 我當然要撕掉啊對不對 然後我的安全帽帶著 然後貼紙在上面的 他就說那這樣子 我幫你把貼紙呢撕下來 貼在這個箱子上面 我覺得相當的貼心 我靠 裡面超多海綿 超多防護海綿 這邊還有一個 哇這什麼 配件 我靠 是它送的吧 哇它好好喔 它能超好的 雅居 I love you 它原本原本附的東西在這裡啦 就是有說明書 然後還有就是一瓶這個細油 然後還有貼紙說明書就有繁體中文 相當的好 哇它很貼心喔 它連這個下巴罩都幫我裝上去了 其實這個下巴罩它是外附的 我會選這頂Glamster呢 它的造型是復古的造型 吸引我的一個部分就是說 它在這個上面的部分呢 有做一個那個透氣孔 嘴巴的部分呢也有做透氣孔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側邊喔 它是用這個銀色的這個扣子 特色它是說呢 它可以用錢呢 錢幣去打開鎖的部分 它裡面有更深的 做一層的一個十字的縫縫 可以讓你很輕鬆的 用螺絲起子去轉它 那我自己也是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要轉它的話 還是用螺絲起子吧 因為它這個邊邊呢 看起來就很容易被錢幣刮到 而且據說台幣是不適用的 它這個是日幣的一個size 旁邊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個非常有特色的這個 lock的設計喔 它這個設計呢 是你要先把它往前推 然後呢它再把它打開 然後關起來的話呢 就再壓一下 它就會卡住了 兩側呢有兩個這個 pindock用的這個小豆豆 我們就來拆解它吧 讓大家知道說這個內襯長怎樣 它這個下巴套很難拔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上面呢 其實它是有做一個 勾住內襯的一個設計喔 所以剛剛拔起來的時候 這個左右兩側尤為難拔 它這邊呢有它一個特色 其實這個特色在旁邊的帽體呢 也是有寫 它就是一個快拉的一個系統 假如說你今天不小心摔車 或什麼瓦鉤 你如果失去意識 或是你脖子有傷 不能移動的狀態之下呢 要怎麼脫安全帽 它就可以有 醫護人員可以拉這兩條紅袋子 直接一扯 就可以把這兩片呢 把它扯下來 方便呢 把這安全帽從你頭上面脫點 然後再來呢 就是可以看到它的這個 儀帶 那這個雙D-code呢 我自己的四分之三兆也是雙D-code 所以其實我用的是蠻上手的 一隻手就行了 熟能生巧 嘿 直接就這樣可以拉下來好不好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個正面呢 為了就是維持它的一貫性 這個部分呢 它是 坐在帽體上面的 然後再把這個內裡呢 把它戳進去這樣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個內裡呢 是已經有做過 PFS的一個內裡 額頭的部分呢 它有幫我墊了 然後它這個材質呢 它有分就是硬的 跟軟的 就硬的大家不用講嘛 就是撐你的支撐性 那軟的話呢 讓你的頭感覺會更好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這個旁邊也有夾 在試的時候呢 它會幫你去喬一下 然後呢 用手呢 進去探 看你有沒有空間 系統呢 都是有 配合 前面有洞洞 它就有洞洞 你不用擔心說 哎呦 它這個貼上去怎麼 可能會不會影響 它的導流啊 或什麼的 其實是不會的 它從這個上面呢 進氣之後呢 這個導流孔 往後排 從這個的後面 排出去 之前不是說 這個前面的這個通風口 它是沒有辦法閉合的嘛 但是呢 它不會有問題 是因為它這個的 內側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它是沒有直接往你嘴巴管 進氣之後呢 然後它往那個 你的前面的鏡片去灌 它是直接這樣灌風從這邊上來 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這個旁邊的皮 邊邊的這個部分哦 它為了維持整體性哦 它全部都是做一個包覆式的感覺 就讓人家覺得很細緻你知道嗎 OK 那我們現在呢 就直接來試戴 拉著這個儀帶 下去 稍微的就是拉一下儀帶 或是像我一樣 就動一動這個帽子 這樣子 好去 這樣你的耳朵呢 是在正確的位置 那你就是透過這個儀帶呢 去這樣子 拉一拉拉一拉 但你也不能拉太低 拉太低也是不對的 就是要差不多 眉上大概一指到兩指左右 經過PFS的調校之後呢 好不好 完全的包覆 那這頂帽子呢 本身很輕 同級的安全帽裡面呢 最輕的 它雖然是全罩 可是比我那個 四分之三罩還輕 所以因為老美 如果大家有去看這頂的那個宣傳的話 都會戴墨鏡 帽子呢 都不會 因為你這樣甩 它就是會變 歪一邊啊 或是什麼的 或是上下啊 都不會 好 然後我現在這個是又鎖住的嘛 大家看 嘿 這樣子就開了 受益於它這個旁邊的兩側這個彈簧 我剛剛一推 它就直接到定位 非常的方便 現在就來跟大家做一下 這一頂帽子的一個心得總結 大家在買之前呢 需要列入考量的一些點 它這個空氣流動的這種感覺呢 它其實不算是特別明顯的那一種 只是說如果你覺得說 它這個進氣口這麼大 什麼上面這個 裡面的這個渠道這麼深 應該是很涼這樣的話 那你可能會有點失望 因為它不是走這個Style 這次沒有測到那個防霧貼片 這有點可惜 不過我們台灣應該是用不太到防霧片 是吧 然後再來就是呢 它的那個面鏡呢 打開關起來呢 這個角度呢 只有兩段 勉強來說有三段 它這個旁邊這個封鏡的這個開關 它並不是集輪系統 裡面會有那個 一格一格的那個卡準 那你可以這樣子 一格一格一格這樣下來 沒有 它這個就是直接是全開 還有全臂 就這樣兩個 那頂多呢就是全臂 但是你不要把它鎖上 如果你不鎖上 它沒有密合的話 這個下面的透風上來 其實是蠻爽的 打開來之後 這個氣你會覺得它是往上 然後在你眼睛這邊涼涼的 特別補充一點就是 這個風鏡呢 打開關起來 它其實 如果你是帶著在操作的話 聲音有點大 打開 有沒有 開啪這個聲音 然後還有關起來 咚這個聲音 其實在帶的時候會有點大聲 卡住了這個地方也是 就是你下來之後呢 卡住 這個啪的聲音 必無可避 各位 它就是如果你要鎖住的話 就是啪一聲 我現在拿著嘛 這聲音都這麼大了 何況是你帶著的時候 會有點偏大聲 大家特別注意 再來就是它沒有設計 那個耳機的位置 就是有的帽款 它旁邊會挖一些凹槽 讓你可以把耳機的那個 耳朵的部分 固定在那個凹槽裡面 但這個是沒有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國外有人說 風鏡打開的時候呢 會有風切聲 但是呢 經過我自己的測試 打開的時候呢 你的車速如果超過70以上的話呢 是會有一點點的 風切的那個尖銳的聲音出來 但是呢 我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啊 你蓋上去的時候呢 是不會有風切聲的 騎到八九十也沒有風切聲 所以我覺得這個有點吹毛糗癡啊 我今天帶的唯一的一個心得就是 怎麼那麼緊 它就是有一種很緊緻的包覆感啊 可能帶久一點會好一點 再來就是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人講 它這上面這個字 它好像是用貼的 我不敢摳它 但是它的那個 摸的這個觸感呢 感覺上是貼的 應該不是印上去的 是可以撕掉的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這麼高調 就歐有了就SHOE的 你就可以把它撕掉 那如果是你很看重這個 SHOE的這個品牌的話呢 你要好好保護它 那以上呢 應該就是我對於這頂帽子的一個心得啦 我給大家做一個尋購帽子的參考 今天的影片呢就在這邊結束囉 那如果呢喜歡這個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分享 按讚 想看更多我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輪子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胖子 李唐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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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может不要忘記 большой 有沒有 иче